寒流来袭 温度不断的下探 不少民众早起冲上高山要等雪 但是因为水气不足 五岭跟太平山没有达到下雪条件 也让很多的追雪族相当失望 但位在南横公路东段崖口沿线 山区几条小瀑布全都结冰 挂在山地上形成冰铺的美景 帽子围巾 防风外套包紧紧 寒流来袭 南投五岭气温下探零度以下 民众早起冲上山想碰碰运气追雪 但温度低 湿度不够 连霜都没有 直流寒风刺骨有些失望 今天就是从台北的新庄出发 然后很失望 今天水气不够 没有下雪 本来是想追雪啦 雪恋都租了 但是没有 但是应该派不上用场啦 怎么说 因为应该不会下雪 湿度太低了 对 湿度不够 想在平安夜这天来个白色椰蛋 追雪族扑了个空 但南横公路东雅段雅口沿线 因为夜间气温骤降 山壁上的小瀑布结成了冰煮 水都结冰了 看见山壁银白色的冰铺 民众好兴奋 另一头宜兰太平山 一早园区也涌入将近800个人 想要等雪 但一样扑空 欢迎各位来 第一回到太平山站 而在太平山清晨温度一样只有零下 只是湿度不够 让人宛如置身先进的雾松 这回没现身 温度跟山下最少差10度 那以目前的气味来讲 我们现在呢 虽然大家看到是有太阳的 但是温度呢只有3度 有温度没湿度 让追雪族2万 但天气晴朗 群山连绵一览无遗 山水如画的美景 也让民众一饱眼福 记得宜兰南投综合报道 今年第二波寒流发威 今天本岛平地最低温 在桃园跟苗栗都出现了4.3度的低温 玉山甚至出现零下9.2度 但是因为水气不足没有降雪 台中市的福寿山农场 气温一度下滩到了零下4度 湖面也出现了结冰 而这几天低温持续 有医事就提醒 民众接触冷水或是外出骑车 都要注意手部保暖 因为近期大约有疫情的患者 都是因为冻伤出现了红肿痛痒的情况 数字敲打发出清澈的声响 湖面冷到被冻成冰 敲开来看看冰层厚度还不薄 打水漂 台中市的和平区 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福寿山农场 24号位于露营区旁边的蓝鹰湖 气温一度到零下4度 冷到湖面都结冰 影经历也像是被冰封在池水中 寒流发威各地高山 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玉山达到-9.2度 和幻山也只有-6.1度 太平山清晨也只有零下3.8度 而平低最低温则出现在桃园大溪 和苗里农改场4.3度 周一周二的话寒流虽然会逐渐减弱 不过温度回升的幅度没有特别的快 尤其刚才提到周二清晨 部分地区可能还是有机会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下周三到之后的话 会有另外一波东北疾风增强 这几天低温持续医师也提醒 也别忽略了手部的保暖工作 因为近来就诊的患者当中 有一成都是冻伤 而且很多人都想让手部快速回温 会直接冲热水 但巨大的温差可能会让不适感夹剧 然后有些病人觉得手很冷 他就赶快去烤电暖炉 或者是说去泡热水 这样子温差很大的一个情况 有些人手反而会出现起氧无比的一个状况 建议民众平常可以使用无香料的护手霜 或是戴手套预防 如果真的出现冻伤或伤口 最好就诊擦药 避免皮肤状况持续恶化 既然中节特报道 天气冷喝杯热饮最暖身 多数的民众都觉得 姜茶的预寒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但受日本节目实测之后发现 姜茶的暖身效果只排在第三名 冠军式热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当中还有可可多酚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饮用之后 暖身效果可以长达将近一小时 天气冷嗖嗖 除了把自己穿保暖 来杯热饮寒风中暖胃也暖心 大家的首选是什么呢 可可呀 就很温暖 拿铁汤就买得到 可可吧 比较容易容易得到 还有热奶茶那些 民众选择五花八门 多半以好买好取得为首选 只是喝下肚这暖度能持续多久 日本节目实测六款常见的暖身热饮 包括咖啡 红茶 绿茶 巧克力姜茶 还有干酒 比较他们的预寒效果 试验后发现热巧克力占据第一 饮用后暖身效果竟然可以长达一小时 第二名是红茶 暖身效果可以长达52分钟 而大家普遍觉得最暖身的姜茶 竟然只排第三而已 除了可可多罐之外 可可脂含量比较丰富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种脂肪的来源嘛 所以就是热量相对比较高 所以保浓的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 精致糖的量都还蛮高的 血糖偏高 或是有些心血管疾病人其实都不见 喝任意暖暖身当然舒服 但也要注意糖分是否摄取过量 不然暖身不成反而成了 身体负担界台北综合报道 新北市西指区一名42岁的男子 停好车之后突然倒地死亡 不排除跟天冷猝死有关 医师黄轩就警告天气冷 年轻人也容易猝死 根据美国的研究 平均年龄36岁猝死个案中 高达80%有冠状动脉狭窄 而造成心血管脆弱 有五大的隐藏因子 包含暴饮暴食 缺乏运动 长时间感冒 脾气暴躁 还有饭后泡温泉等等 都是心血管杀手 红色上衣男子才刚停好机车 下车伸懒腰 突然下一秒 整个人重心不稳 倒在路边 路人见状赶紧叫救护车 事发在新北市戏指新台五路 据了解这一名年约42岁的工人 平时作息不正常 被送上救护车前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不排除是天冷猝死案件 寒流报道 气温溜滑梯 不止长辈是高风险族群 年轻人猝死比例攀升 通常就是30岁上下的人 忽然之间来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心跳 好像每一家医院都会遇到 美国研究平均年龄36岁猝死个案中 有80%具有冠状动脉狭窄 在18到59岁猝死个案中 18到39岁占比达43% 而年轻人猝死 有五大隐藏危险因子 天气冷食欲上升 但暴影暴食 会让血流大量增加到消化系统 心脏负荷量突然聚增 容易诱发心肌梗塞 而成人若每周运动时间 少于150分钟 缺乏运动也是猝死更危险群 长时间感冒一到三周后 若心剂胸闷胸痛 代表病毒可能侵犯到心肌 泛化泡澡也恐让心血管 循环附和过量猝死 黑有脾气暴躁 情绪控管不稳 不良习惯也是心血管杀手 其实有接近八成的 年轻人猝死 都是跟心血管疾病有关 日月颠倒 工作压力大等等 这样的一个租群 其实在猝死的几率上 会比一般人来得更高 猝死案件往往令人措手不及 医师提醒 就算自觉年轻身体力壮 也不可大意 人要维持健康生活习惯 注意保暖 这台北新北市综合报导